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年没有太多的急心眷顾之下 凶心杀伤力会比较大 像是天狗煞和灾煞心 代表突然的惊吓 或是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危险 或引致手满脚乱 甚至带来身体上的损伤 所以随时要注意四周环境的变化 随时做出应变 除此之外 还有阳刃心和钓刻心 代表容易受尖利的物品所散 或是精神上的损耗 建议定期做身体检查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建议佩戴生肖六合的牛的事物或摆设 来为自己逢凶化吉 在事业方面 属于动中有力的一年 只要不抗拒改变 积极主动的出击 欣然接受所有的变动 放下对一切事物的执着 借力使力 那么今年在事业上一定会有圆满的表现 由于这一年的感情运势较为暗淡 所以内心会渴望被关心或被爱 但是又表现得矜持 记得要想要让感情顺利 要懂得先让自己打开心门 才能让缘分走进来 在财运方面 生肖署的朋友今年的财运频频 应该要稳扎稳打 记得天道仇群 天下没有白痴的武昌 切勿投机取巧 在工作上要付出多一点的心力 不要计较付出 自然多劳多得 至于健康方面 今年不会遭受太大的疾病和伤害 不过必须要注意饮食的均衡 做习习惯要规律 脱离去年的太岁本命年 今年的生肖牛明显转好运 人缘运加 心情开朗 运气自然有所带动 今年鼠牛的朋友 有红然星与太阳星 两大吉星的坐镇 为姻缘加了许多的分数 运势逐步上扬 感情与事业两得意 红然星祖姻缘 所以鼠牛的朋友 今年姻缘有开花结果的结局 未婚者今年有机会 遇到心仪的对象 当生者应该主动出级 多参与联谊活动 或者是聚会 为自己增加情缘 因为 末月薪 今年可能有机会接触 陌生的人脉 圈子 或者是环境 或者是人事物上有变动 不过无需担心 这反而是一个机会 让自己越变越好 所以生肖牛的朋友 今年的事业运和财运 都会比较普通 由于有碎煞心做碎 所以今年很多事情容易遇到阻碍 或者是好事多磨 那同时 碎煞心也代表压力 所以可能是自己给予自己的 或者是别人给予我们自己的压力 所以工作上有压力增加的现象 建议多参与一些身心灵 或者是冥想的活动 来排解压力 因为有红瞑 太阳两极星的拱罩 所以会有贵人出手相助 所以只要积极地开拓人脉圈子 有机会扭转乾坤 那财运方面呢 追求稳扎稳打的投资管道 切勿轻易听信小道消息 或者是假手于人 至于健康方面呢 今年有病呼心作祟 对健康特别的不利 尤其如果作息 饮食没有规律呢 或者是负面情绪没有得到排解 轻微的会影响睡眠品质 或者有动小手术的机会 建议考虑捐血 凡血光之灾 任语言是生肖虎人的直太岁年 也就是俗称的半太岁年 俗话说太岁单头做 无灾必有祸 今年要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许多的挑战与麻烦 同时呢也要留意家中长辈的健康状态 除了直太岁之外 流年遇到健风 劈头和浮尸等凶星 劈头尤其对身体特别的不利 要特别注意头部的健康 容易有头晕头痛 高血压等等的问题 所以今年思维也容易钻牛角尖 容易判断失误 至于健风这颗凶星 容易招来一些身体上的破损 或者小手术 也要提防被刀剑利器所删 所以今年做决定呢 建议伤私而后行 千万不要草率行事 在人事上今年容易招惹 口舌是非 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不只要小心说话 避免逞一时之快 而得罪别人 招来麻烦 虽然今年的运势多波折 可是挑战于机遇 往往都是并存的 所以要抱着 自知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反而要为自己 杀出一条血路 建议俗虎的朋友 今年到宗教场所 诚心地进行起伏 与化太岁的仪式 同时呢 也可以佩戴一些 趋吉避凶的水晶宝石 来为自己增添好运 老虎是森林中的万寿之王 所以独立性强 性格洒脱 形式破力十足 不容易被困难所击倒 所以在事业上呢 往往也是表现得 坚忍不拔 所以今年在事业上呢 建议要收敛起官蛮 谦虚低调 不要事事争出头 在经营事业上呢 要注意细节 不要马虎行事 感情方面 今年容易因为感情的困扰 而焦头烂额 情绪容易因此而焦躁不安 当生者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奉劝你呢 不要草率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不然不是没有结果 就是草率的收场 应该要静下心来 厘清自己要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伴侣 在财运上 今年更要谨慎理财投资 不要对财富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因为今年是容易破财的一年 所以投资理财的策略 应该要以保守稳健为上策 今年以控制自己的财富的欲望 不要受诱惑 今年的健康运势不尽人意 无论是体能或者是抵抗力都容易下降 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小伤风感冒的治疗 一旦忽略了可能会转为重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